想要欣赏金针花海 直接到苗栗县大湖乡 就有一大片金黄色的花海向游客招手 大湖乡公所美化厚龙溪社寮角蹄房 片植金针花现在正式盛开 长达800公尺的花墙 吸引全国游客到访 成为热门的打卡经典 美丽的金针花迎风摇曳 朵朵金黄色的花朵美化了整座蹄房 也愉悦了专程前来探访的游客心情 大湖乡苗61线社寮角蹄房金针花墙 近来盛开 长达数百公尺的金针花墙 成为全国知名打卡景点 来到现场相机按个不停 争相留下美丽花景 现在这边是这样 它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山蓝 然后有斜坡 这边的人又少 六十单山什么我们都有去过了 他们的美当然也是不一样 我拍1083 我差不多快300了 因为他也 200 他还去过虎岩山 他说这边比较买 虎岩山穿越少拍越满 金黄合体场景超浪漫 还有游客莫名从高雄而来 觉得很值得 IG查到 然后这附近 刚好这边的金针花盛开 然后IG上还蛮多人 都有推荐 这边还蛮漂亮的 就想说刚好有放假 过来看一下 打造这一段美丽金针花廊到的是大湖乡公所 前后任乡长协力养护 开花旗还号召大湖广场舞热心妇女志工们来拔草施肥 成就了这一片美景 前乡长胡梁妹姐姐 他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合体 我们大湖的气候跟土壤 非常适合种金针花 希望用金针花来 来弥补我们大湖草莓剂的空仓期 所以我们这些志工姐妹就被我拜托来 就是每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8点都来这边采金针 就拔草 不过现在仍在养护期 乡长呼吁游客再人一下 6月1号以后正式开放赏花 在6月1号以前 请都不要来 让我们工作人员好好地把这个金针囊道 把它好好地整理起来 让大家来拍照来赏花的时候安全又健康 大湖乡舍鸟角合体金针花廊道 分三阶段陆续盛开 花旗渴望持续到7月中旬 正好搭配大湖桃礼祭登场 喜欢拍照赏花的游客 正好可以来追一波